大陸一带一路的商机有多大呢 估计人民币一兆跑不掉 一带一路的重大工程清单 现在在各省内部传越 那么外界推估 未来几年将会开启 大陆上兆人民币的投资热潮 这份报告在沿海和港澳台地区 也提到台湾 除了强调要深化与港澳台合作以外呢 各写说为台湾地区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做出妥善安排 不过台湾政府相关部会则指出 这一带一路计划 势必会冲击台湾的国防和外交 那我方目前正在进行内部评估 但尚未就此举行过专案会议